大家好 我是OIT 今天讲讲为什么人民币最近这段时间升值这么厉害 相对于美元来说 人民币的升值幅度相当大的 从1比7点几下跌到了1比6点6几了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美国在放水 美联储因为要救市 它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的货币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疫情 中国是最先走出疫情的国家 而美国欧洲等等还在水深火落之中 所以说相对来讲 中国就感觉到更有希望 第三个就是中国的数据经济数据比较好 它的GDP以及外贸出口的数据都有增长 其他国家呢 GDP大部分都是负的 中国是正的 我再讲讲看 长期来讲 长期来讲 我觉得人民币还是会贬值的 我并不看好 一个原因呢 疫情它应该是暂时的 如果有了疫苗或者疫情消失掉以后 那么其他国家的经济数据会赶上来 那时候中国就相对来讲就不是那么强了 第二个原因呢 说美国放水 其实中国放水更加多 中国的印钞票比美国速度还要快 只是不是太明显 美国的直接说 中国说的比较少一点 第三个呢 其实中国的数据呢 并不是完全真实的 它里面有水分在里面 不管是GDP也好 外贸出口也好 都会有 它所有经济数据都会有水分在里面 而且呢 中国人民币呢 是外深内贬 在中国内部呢 其实贬值的 所以我长期呢 从长期来讲 我并不看好人民币 我觉得就说 能够换些美金的话 也比较好 还有个原因 第四点就是说 中国对外汇管控非常严格 现在呢 基本上很难 从人民币换到外汇 加上中国推出了电子货币 电子货币的话 不允许直接换外汇 这也导致了对国内的管控更加严格 第五个原因呢 中国也不希望人民币过度升值 因为它会影响中国的外贸出口 它自己呢 也希望 人民币汇率不要真的太高 甚至可以贬值一些促进出口 因为出口 毕竟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所以长期来讲 应该还是看好美元的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析 欢迎大家讨论 你是看好美元 还是看好人民币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